这期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探春姑娘住的秋爽斋 首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地图上看一看秋爽斋的具体的位置啊 秋爽斋是在这个位置 但这个具体的位置就没有什么可讲究的了 因为整个这一片都是姑娘们住的这个地方 然后具体谁住在哪里 这个分配的道理就是因为园林嘛 他无所谓这个尊卑这个次去这样了 那他就是看哪个地方更符合哪一个人物的他自己的喜好和性格了 好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秋爽斋 然后放大放大具体这个院子里面长什么样子呢 我找到两幅图啊 这幅图是刚才咱们看到那个三亭出版社的附赠的红楼梦里面 那个大学观园的地图里面放大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一幅图呢是这本书 图解红楼梦建筑意向黄云浩先生的这本书里面出来的图 因为原著里面没有具体的描写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关系 所以只有大家后期的这个推断了 我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三亭出版社的这一版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园林啊 有的时候盖一些建筑的时候 它难免就是随着河呀随着山呢 你盖一个这个房子可能就是斜的 但是啊 你注意它这个小翠堂的叫什么 它叫个堂啊 你不是盖一个亭啊 管啊 卸啊什么的 这个歪着点就歪着点 这个堂它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建筑 所以堂的至少你得冲难吧 对吧 这样的一个比较正的这个方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 我自己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 那接下来咱们来分析这个名字啊 还是老规矩 首先它这个地方呢叫秋爽斋 然后多余出来附带它的叫做小翠堂 你从这个名字上一看啊 又是爽又是翠对吧 呀听上去就是那种心情舒展的那种爽老 而且你想想探春这个姑娘的性格 是不是也是一种偏向男孩子那种很大气的感觉 对吧 但是呢 你看这个话又说回来 你再仔细想想这个秋爽斋这个名字 爽嘛 固然是爽 而且到了秋天叫天高气爽 风轻云淡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 它又毕竟是个秋天 咱怎么说的叫自古逢秋悲记聊啊 所以从这个秋爽斋的名字上看上去 探春这个人物就是一方面那种男孩子的爽朗的性格 和他一个像秋天一样的这种悲剧的命运 总是那么交织在一块的 对吧 然后另外再想想秋爽斋的挂的那个扁上面提的字是什么呢 叫铜简秋风 这个铜是什么呀 是梧桐 那一方面是因为秋爽斋是变种梧桐的 秋爽斋为什么变种梧桐呢 因为梧桐树和秋天非常非常的般配 对吧 你想想梧桐树一到秋天 那这个叶子颜色一变 一方面非常好看 再还有很深的寓意啊 咱们以前这个某一期视频里面 好像叫中国人怎么样听语 对吧 这个讲过这个梧桐树啊 还讲过 对吧 我家IT男最近搞事情 他们是不是也讲过 是吧 这个梧桐树 他不光有是那种高洁的这种形象 你想想这个探春 对吧 他自己的那种自尊自爱 但是另外啊 梧桐还有一个特色 咱以前也说过 叫梧桐一夜而天下之秋 你觉不觉得探春这个人物 其实真的就在整个《红楼梦》的 这些个小姐里边 特别特别对于这种家族的败落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信号 你比如说当时查抄大官员的时候 大家别人都没有什么额外的感觉 就是觉得来查了 那就查吧 但探春的反应就非常激烈 他当时就说了一番话 说一个家族要是败落的话 如何如何 对吧 你看他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敏感 再一个你想想整个这个故事情节的 继续往后的发展 探春远嫁 这件事情真的就是 好像真的就是从探春开始远嫁 开始 整个这个大官员里面 大家就开始零零落落的 这个命运就开始产生了变化 梧桐一叶 天下之秋 从探春开始 好了 咱们说完这个秋爽以后 那这个斋呢 这个斋你能想到 通常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 你做个词什么 书斋 对不对 这太合适了 探春啊 你想这个贾府里面 四村四个女孩 你从他们这四个女孩的 丫鬟的名字 就能看出来人家分别的文艺特长是啥 是吧 叫什么这个 抱琴 思琦 世书和入画 那就是琴棋 书画嘛 那放到探春这块 那就是他擅长书法 你记录的原先 原非醒亲的时候 里边女孩子们 包括贾 包括贾 宝月 大家做的这些个诗 要传出去给外面的人看 那是还要统一抄写一下的 是由谁抄写之笔的呢 就是由探春来抄写的 说明探春的书法 是大家公认的好 人家从小这么训练的嘛 这个书斋放到探春的身上 也很合适 然后另外 它的书斋长什么样子呢 非常有特点 哎呀 我就经常就感慨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人的 这个装修的 比较时尚的 这样的装修方法 比如说咱们之前讲过 薛宝钗里的 差季风 对吧 放到这探春这块 我觉得在放 各现在也很流行啊 叫探春 素洗阔老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 因为咱们现在人装修 也喜欢搞一个 开放式的厨房 甚至有人会把 这个客厅和 某一个卧室打通 对吧 对啊 这是一个很流行的 装修的趋势 你看人家古代探春 就已经这样了 但是往往这样装修的人 这样住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哎 他洗阔廊 那说明他自己的内心 肯定不是 你想写林黛玉的时候 写什么 到处都是小小的 小小的房子 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又是说 涉及到中国古代建筑的 一个常识了 这咱们经常说啊 这中国古代的建筑 就是这个叫 立木顶千金 是一个框架结构的 你看这个 贾宝玉的这个房子里边 它的隔断 非常非常的多 这儿隔出来一个暖隔 那儿又隔出来一个 什么东西 对吧 那儿又隔出来一个 什么就是 后门的一个小间之类的 非常非常复杂 这就是中国古代 这个建筑的一个特色 因为这柱子 把它撑起来以后 内部的隔断 你是可以自己随便隔的 你要不用一个 远拱形的门隔一下 要不用一个书架隔一下 要不你就挂一些 违帐 挂一些违慢 什么的 它也是一种 很好的隔断 对吧 它这个居家的 这种格局的变化 其实是特别特别灵活 来掌握的 这个很好 虽然隔音差了 天啊 然后接下来再往后 我们说了 说它是放了一些 什么饰品呢 当地放着一张花梨 大理石的大案子 你就甭说什么花梨啊 大理石啊 这玩儿都有多贵了 对吧 这玩儿在贾府 它肯定不可能 用一个爆花板来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 关键是一个大案子 就一个小姑娘啊 它为什么要放一个大案子呢 你看在这个案子上 首先它是有一个 实用的这个考量 是吧 它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还是垒着 对吧 堆叠着 它自己不是喜欢 写书法吗 写着各种各样的 这种法帖 然后还有几十方验 我天一方验 你就不说多那个什么 多大了 这么小一方验 你放几十方 我天那得多大地儿啊 是吧 更别说有些验的 其实是挺大的呢 然后还有笔筒 一个筒里面 能放好多笔啊 而且它这个里面 我天还是插的树林一般 你说这得多少笔啊 这些酷爱书法的 一个女孩子 对吧 然后呢 一边设着个陡大的 你看这个探春这块 它描绘都是各种各样的 大对吧 房间也是书朗 桌子也是大 然后还有一个 陡大的乳窑花囊 你就甭管这个乳窑 对吧 咱们董瓷 现在同学都知道 什么乳官歌 均定的是一个 非常值钱的古董 而且你注意它这个关键 是个气形 花囊 啥叫花囊啊 你觉得从这个语感上来说 花囊和花瓶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瓶啊 我们感觉是那种高高的 对吧 它甭管是这个 怎么样上来的 是这个气形呢 它都是那种比较高的 但是囊呢 你觉得是什么 是用大肚子的 对吧 就说 哎呦 这个就是比较大 然后上面还差什么 满满的 你看都是那种 你看所有探纯 这块都是那种 特别的多的 饱满的那种感觉的 一个 这个一囊水晶球的 你注意 它那个样子 也还是圆嘟嘟的 也是给人那种饱满的感觉 而且白菊 你看它的菊花的特点是什么 菊花那个花瓣 一个一个都小小的 但是花瓣特别多 又是像一个球一样的 哇 你看这都是那种浓烈的 饱满的 虽然它的颜色 不是那种明艳的 你看看出那个性格 对吧 放在它这些饰品当中 哎呀 我觉得曹小晴 真是太会放这些 室内的装饰布置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也是不出意外 还是咱们黄云浩先生 这本书里面出来的 你看三间屋子 没有任何的隔断 豁然开朗的 正中间就是一个大桌子 你瞧瞧这样 你就觉得像 真像一个那种心怀 非常的舒朗的 这样一个男孩的形象 对不对 然后还说呢 那这边 这边有一个暗子 然后这边暗子上 你看它放的什么呢 然后西墙上当中挂着 首先是墙上挂着 米香阳的烟雨图 米香阳是谁 米符嘛 对吧 烟雨图 你想想想又是烟 而且下着雨 哇 哒哒哒哒 那个点 雨点点画下来以后 也是那种密集的 很多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还是 严鲁公 严鲁公是谁 严真卿嘛 严真卿的墨迹 咱就甭说人家这个值多少钱了吧 对吧 这个假家这些都不算了 关键是看它这个风格 严真卿写的掩体 什么样的风格呢 即便我不会写书法 我能看那个书法的风格也是那种 它是一种保战着浓墨的 一种浓烈的大气的 这样的一种楷书的 这个风格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挂的这个画也符合他的性格 然后这个岸上设着大顶 然后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 你看到这个大顶的松 你想到什么了 而且尤其是你联系着 咱们进到探春这个房间里面 这里一连串的大 你能想起来咱们讲甲府的时候 什么地方也是这一连串的大呀 他对吧 这个甲府的长家人 这个甲正的那个正房 也就是那个大堂上荣喜堂 一条大涌路直接出大门的 然后又是什么大岸 大顶 对你看 和那竟然是甲府最有权力中枢的那个地方 形成了某一种风格上的呼应 哎呀 你想想这个探春的内心 你说他在他自己的室内布置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开始给自己模拟的 他就假装的感觉自己好像是处于一个 像男孩子一样能够挥斥方球的 能够建功立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你说他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在 还有这个大顶 顶是象征全力的呀 然后还有大观瑶 这个大观瑶的大盘 咱就不说这个大观瑶了吧 你熟悉吗 大观是宋代的一个年号啊 对吧 这是个很之前的古董了 大盘子上放了什么呢 焦黄的玲珑大佛手 你注意这个佛手啊 一个佛手上既然是手嘛 你想咱的手一个手上就有五个指头 对吧 他放了数十个又是一种浓烈的 饱满的 而且是焦黄的 你看这个颜色对吧 也是这种密集的 哎呀 反反复在强调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对吧 探春的人物的性格 然后右边杨基架上一个白玉笔木庆 旁边挂着一个小唇 哎呀 你表面上看这个庆啊 这是这是一个和音乐相关的一个乐器 对吧 但是它不是个普通的乐器啊 你说是个琵琶 林大佑那边放着古琴 都不是 这个庆是什么 你想想 这通常是这种摆在庙堂上的礼器 又呼应了探春的一个 对吧 对于这个男孩子叱叉江潮 挥斥方求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然后接下来再往后 其实你仔细想想 探春也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他东边设着一个 你注意他整个这个房间是没有任何隔断的 没有任何隔断 古代那个房子又高又大的 你想他要在这唯一一个不舒服的啊 就是睡觉不太舒服 你想他要直接摆一个单人床往那一睡 他晚上抬起头去看看那么高的一个房顶 他整个像睡在大仓库里似的 对不对 哎你看他在这放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特别合适放在探春的房子里面 叫什么呢 一个拔布床 啥叫拔布床呢 你仔细看看这个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画的还是挺好的 就他那个床啊 这个不是说一进这个架子 他就直接就是床了 他中间形成了一个 一个小篮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就是拔布床 就进了这个床架子以后 你再拔一步才能到了这个床上 哎 所以他整个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 比较相对说比较小的一个 卧室带上一个简单的起居空间的 这么一个小空间 然后把这个人包起来 哎 这样住在里面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 对吧 不像是在一个大仓库里 这就是古人居住的智慧啊 那另外你这个拔布床值多少钱 咱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拍卖的 我们现在的这种拍卖会上 你可以去查一查 当然了 这个假不假白玉围堂金座嘛 这事咱们就不反复的强调了 最后最后我们想起来的 看到这样的房间的布置 看到这样的一个院落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我们不得不就真的就浮现在脑海当中 就是探春说过的这两句特别著名的话 第一句就是说 我但凡是个男人 可以出得去立一番事业 那时我自有我的一番道理 另外就是查见大官员的时候 探春这一夜之秋的这一番话 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 若从外头杀来 一时是杀不死的 这是古人曾说的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 哎呀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真的是胸中有秋和 如果真的是我班上有这么一个女孩子 呀 指不定得多喜欢她呀 喵 喵 Meyer 快点 潜tech 加油 怎么能放大 它是救养石